多年來應用材料公司 持續在臺灣擴大投資營運 首先我要恭喜應用材料公司 昨天剛啟用的臺南顯示器設備製造中心 以及研發實驗室的新廠 今天董事會也會在 會為十數年後來臺灣舉行 充分展現出對臺灣投資環境的信心 應用材料公司是半導體設備產業的領頭羊 去年投入研發經費已經超過20億美元 2019年獲得美國財富雜誌 全球受推崇企業 是半導體產業最佳的成功故事之一 臺灣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產業 聚落充沛的科技人才 以及優越的製造能力 過去三年來 我們鬆綁法規改善投資環境 這些努力都是要讓臺灣在美中貿易衝突下 成為投資的最佳選擇 臺灣跟應用材料公司 可以說是互助成長的緊密夥伴 應用材料公司在臺灣營運30年來 不僅引入先進的技術和設備 也跟臺灣的半導體顯示器產業廠商 共同研發創新應用 昨天開幕啟用的新廠也是全球第一座顯示器設備製造和研發合一的基地 我要藉這個機會 謝謝應用材料公司持續深耕臺灣 也希望未來創造更多新的發展 最後我再次歡迎各位來到臺灣 祝福行程圓滿順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